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自己规划 去大陆自由行的一个行程 其实 我去中国大陆那么多趟 我最喜欢订房的网 就是chipper chipper的网站 还有另外一个叫习城网 那这两个网站是我一般呢 去中国大陆会订房的地方 那chipper有个好处 你从上面可以查询到很多相关的资讯 那chipper网呢 它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友善 另外西城也是 因为你长期在这本网站上去订房啊 订相关的东西 你自然有机会升到它的顶级会员 那之后你在买房的时候 会特别的 基本上你的折扣比较多 另外 萤幕出现这个百度地图啊 非常百度搜寻 还有百度地图 这个在搜寻上是对你非常有的帮助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不知道 那我只要在这百度上搜寻一下 把相关的东西 它都会挑出你想要的资讯 那讲到还可以利用台湾的 在台湾时间啊 我们就上个YouTube 可以在上面搜寻相关的一个出路径 大陆出路径还有台湾出路径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我们只要在上面搜寻影片啊 大概就从影片当中可以了解到 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资讯取得的地方 那说实在的 接收前人所走过的痕迹 那了解到一些相关的资讯对自己都是有所帮助的 那西城网还有那个chip啊 这两个网站你们可以 时间还没去之前 线上去研究看看 看怎么去弄 另外在那个雅虎啊 这边我们直接搜寻一下 中国大陆呢 12306 这个是他们官方的一个订 他们的大众运输 就是所谓的动铁 高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讯息 你可以从上面去搜寻 例如我们这样打 我要去从哪边到哪边 把他直接的搜寻 那你会把他选择好之后让他跑 他就会跑出畅动无形的这个地方 看你要搜寻我要去的地方 例如厦门到福州 这个点呢 我们搜寻一下日期告诉他之后 他就会跳出来 还有剩多少票 那最特别的 你要注意他的车的编号 前面G的部分 如果G开头 你会看到左边 这边有个G的开头的话 这车票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高铁 那如果说 你看到是第一开头的 这是动车 机商票价上 我基本上在去大陆旅游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做一等座 因为我觉得一等座 对我来讲空间什么 应用上是比较好 那如果你是做二等座呢 二等座的感觉就是有点比较会吵杂一些 那当然是商务仓的部分 我目前的经纪人医师 还不允许我常常搭乘那个商务仓 所以说我都是选择一等座 那在我们在雅虎这个网站上 其实说实在 我们搜寻一下那个百度地图 这个百度地图我必须多说一点 因为在中国大陆呢 我们可以在手机下载 它的手机视线下好 APP百度地图 或者是电脑 那我现在使用的是电脑 给各位看一下 或者要搜寻这个地区 非常清楚的地图 它虽然并不是像我们现在 那个所用的地图 会显示街景什么很清楚 它们是有 但是局部的地方呢 那个街景不会 非常的像我目前使用的 雅虎啊雅虎地图 那个户口地图 户口地图的话会非常清新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 就是用百度地图 例如我们现在搜寻的就是北京 在天安门 中间有一个 一个橘色的地点 那个是天安门 我们先看地铁站之后 看到这个标志是地铁站 那我要去的地方 我再点出来 那马上它就会跳出来 例如我从地铁站要到天安门 往上这边的时候 按一下 它就跑出来 它会建议你 你要花多少的一个票价 那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大概徒步要走多少 都会把你计算在里面 那时候按下去 看你要找的路径 它现在搜寻出来 是现在的时间点 现在的时间点 所以说它随时会变 这个地图 一定你要先下载在 手机里面的 有这个APP 在中国大陆 我们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 自由行会畅通无阻 甚至你跟团的时候 也会用不到 为什么 你入住酒店之后 想到附近走走什么的 甚至你会迷路等等都可以 那这个的好处呢 甚至于如果说 你是想坐他们当地的出租车 也就是所谓的计程车 那在这个APP上 都是可以直接叫车等等的一个服务 非常的不错的一个软件 那所以说你可以先下载 对于住在台湾习惯的人呢 说实在的到中国大陆 我觉得他们当地的给我的感觉 并不是像我们台湾媒体 所塑造出来的 说他们不好怎样怎样 其实如果说你自己去过之后 你就会体悦到 说实在的他们现在的进步的程度 那你难以想象 而且说实在的 我非常极力推荐各位 有机会到中国大陆走走看看 不要当井底之蛙 像有些绿色媒体一天到的 说到他们治安不好等等 我觉得他们的治安做得比我们好 为什么 你只要是一个奉公手法的人 到那边你会觉得你非常的 有一种安全感 在旅游 对我来讲 我大部分都是到大的城市 回到乡下地方 但是我的感觉 他们的治安确实 说实在的做得不错 虽然说他们四处都有监控 其实话说回来 我们台湾也四处都有监控 只是你知不知道的问题 这个策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在百度这边呢 你可以搜寻相关的 你要去旅游的地方 甚至于美食 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搜寻 那事先的功课做好 到时候去 到当地旅游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很多很多不错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这几年来 到大陆自由行 所累积下来的经验 我希望这个影片呢 从这影片当中能分享给大家 我极力推荐大家去大陆走走 为什么 因为第一点 我们跟当地的语言是可以沟通的 而且我发觉我去中国大陆那么多次啊 我只要跟当地人说我是来自台湾 他们对你有一种莫名的一个亲切感 为什么 总觉得好像这就牵扯到一些政治的问题 那我先不提 你自己去体会就知道 为什么我喜欢走中国大陆 那我知道我拍这个影片 有可能会引起1450的不高兴 可是我旧事问世 我把政治撇开 因为我觉得我到中国大陆 我会觉得我的钱变大 为什么 光住宿的部分呢就说实在的 你看一看从影片当中 可以看到我例如我在北京这边找房子 或什么买房间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价格 你也可以穷游 很穷的去旅游 你也可以一般的旅游 你也可以很好的旅游 那就看你个人积极人力 那很多大陆的住房啊 你如果住民宿 难以想象 一百多块新台币 你就能住到 为什么 因为在影片中 你就会看到 那正常我们在北京的住房呢 大概你要抓的房价 大概都是在一千多块 就可以住到非常不错的房间 那他们这边的住宿呢 就像我现在荧幕中 刚才也提到 讲 这个一百多块新台币 你就有地方住宿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你想想 你在台湾要一百多块 要怎么住 我想只能到公园 到火车站 野树在那边 完全是免费的 不过 如果下线在天人 住那个就很不舒服 当然 你如果想想象 要在大陆住五星级的饭店 我跟你说 我建议你 有机会去尝试看看 住个五星级的饭店 你会发觉 你所花出去的住宿费用 是非常的便宜 也就是目前我们台湾呢 国旅的部分 让人家比较觉得 花费最多的 应该是在住宿 这个我就不提 这个要让你自己本身去体会 好的 那我现在看到这个是 这家饭店是连锁性的 对这一家饭店 我的印象是不错 因为说实在的 它的整个一个评价 都是比较优的 那我们在选择 饭店的时候 在chip 在选择饭店的时候 一定要先去了解 评价的部分 看人家对这家饭店 基本上的评价是怎么样 目前来讲 因为住宿在旅游来讲 是占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也要先去了解 这个饭店 它本身有哪些设施 说实在的 它的设施呢 有关你品质好不好 但是我比较主重的是 有没有洗衣房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洗衣房 我出去的长期旅游 有一个礼拜啊 十天啊 我只要带个三套衣服 左右大概都能应付 为什么 我住宿的地方 我当天可以洗个衣服 自己烘个衣服 那这种情形 对于来讲 行李我可以少带一点 那相对的 我也可以多买一些 伴手礼回来 整个这个网站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房价 大概就可以知道这样 其实你无聊的时候 也可以滑滑手机啊 或者用电脑滑滑的 在我介绍的 这几个网站上去看一看 观赏一下 他们的设施等等的 那更 对你来讲 你到当地去旅游的时候 会非常的 有所帮助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倒是要把 它的地址啊 地点要搜寻一下 那搜寻它的地点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位置点 例如这间饭店呢 它是在北京的市环 他们所谓的话 就是一环一环 就是绕的 最主要的市中心之后 外围 一环 两环 三环 四环 其实 在北京 你只要在五环以内 基本上都还好 那从北京这边呢 那你可以搜寻 你要去的地方 像刚才住的饭店 的位置 我们找到之后呢 周遭的环境 大概可以找到 找到这个地方呢 看到它的位置 它在四环之后 我们可以搜寻 例如我从这个点 我要到下个点 要去哪里 其实从百度地图上 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可以搜寻 那我今天拍这个影片呢 其实只是随机在 网路上抓一些资料下来 跟大家分享 例如 这个分享 是让各位更了解 如何自己规划到 大陆自由行 会想要自由行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走的时间不会很赶 你自己的时间呢 跟内人的配合的时间呢 我们就出去走走 其实 说实在的自由行 最大的优点就是 第一点 我不需要让旅游业 带着我们 走的点 他有时候会走马看花 因为 我本身呢 也是 当过导游 说实在 从旅游业 从事十多年的 我的感觉 其实如果懂的话 走起来会比较 自由轻松 为什么 我们路跟团 常常会有 车购的压力 还有到 景点的 警钟店 虽然写的 无购物 无质费 但是往往会多出一些 额外的开销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 跟团 应该是有这个经验 以上是DJ阿周 随意的今天早上 吸血来潮 所拍的影片 所 制作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麻烦你帮我点个赞 同时开启小铃链 还有 帮我订阅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继续 寻找一些素材来拍片 感谢你今天收看 那我们后会有期